真的很优异的 就是我们刚刚一天面试的时候 也没有做到从容 那就是我针对四个项目 然后做一些小小的建议这样 第一个是 因为我是就读 就是我会在就读法律系的 就会比较刻意 就是我会比较注重你们在 就是用字上面的那个 那其实你们今天有很多东西是 就是如果刻意跟俏理 然后去就是针对你问的话 你有可能是无法招架 比如说那个 讲说自己非常有什么能力啊 或者是演读啊这种 就是很尽量不要出现的字眼 就是尽量不要出现 那第二个是就是 所有的东西不急没有关系 准备好再说 你不要一说出去 然后才发现你说错了 然后再做更改 那本来是一个很大的扣分 其实你听到问题的时候 你先静个一两秒 是没有问题 是没有关系的 准备好了再说出来 才可以更虫皇这样 那第三个是 就是其实他们 你们的内容都还算完善 可是其实每个人都有影响的 不太多 就是你的剪裁的拿捏跟分配 其实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教授听到你 这个人是什么 就是想自我介绍 你要让教授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你知道你是谁 譬如像如果是一分钟的自我介绍 你的自我介绍就重回啦 因为讲不到什么东西 所以在讲台上面 重点化的部分要看清楚 那其实我觉得 今天我问的那个大甲马骨的问题 它就是一个很标准型的 没有正确的答案 那我觉得这个图就很重要的是 它跳脱了到 针对大甲马骨之后的一些 上后的问题的探讨 是一个很棒的 就是一个很棒的示范 只是你最后还是 我的期望啦 还是就是 因为你前面还是讲的 它是一个好的东西 那其实能够做到还是好 然后顺于那个缺点的部分 再做加奖会更好 谢谢 谢谢